别跟我说你功夫有多深 你师父有多厉害 你门派有多高 这些我都不听 功夫在我这儿 就是两个字 一横一竖 输了就挡下 赢了就战 对不对 无聊 有个屁 什么鬼 找到心有你了 最后还要让多余 他扮演了一个什么人 一边在电影员看电影 一边在学上面的台词 就差一杯可乐了 如果你要拿这个的话 上手就应该用它 知道吧 别跟我说 什么功夫不功夫的 我没那么高兴 打架这东西 躺下你就输了 是吧 站起来那个他就赢了对吧 你才能演出他轻狂 对 然后呢 第二个 你们记住一句话 每个演员扮演角色 最好赋予他三层含义 第一层 演出角色的表面人生 他比如说我叫昌龙 我今年多大 我什么星座 我老家是哪的 我现在是一个演员 这些是任何人都可以公开 和快速可以了解到的 这叫表面人生 第二种 我的私下人生 他比如说 今天你们看到昌龙是这样的 但是我斗胆说一句 昌龙在家绝对不是这样的 他在家不会这样板着做 他在家里说话的用词 语境性格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那个时候的人物性格会很分明 很真实 最难演的是 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三种 但是呢 有个前提 得让编剧敢写 编剧写这个角色的隐秘的人生 就是你绝不会跟别人讲 你的人生中的某一个事情和经历 这个秘密 如果有第二个人知道 你都甚至动了一个要灭口的心 但是你说真的被你拿出来了 放在拍戏里的角色身上用 这个人就会活灵活现 希望你们在考虑一个角色的时候 把它三方面都考虑到 并且敢跟导演探讨 当然看菜吃饭 如果今天你只是去客串两场戏 千万别跟人家聊这个 两场戏去聊这个 你只有一个后果连和饭都拿不到 两个炒戏你可拉到我们 因为我就中过招了 中过招 是这样的 我人生中第一部戏 两千年的时候 我的主人教员说 我有个朋友在北京的家外拍戏 他现在需要几个专业的演员 你带几个同学去 到了以后有个副导演接我们 他说你们呢 今天的任务非常艰巨 男女要坐在一个餐厅吃饭 他们聊什么不重要 你们就在他后面吃饭 我说 好 那天我像个二百五一样 那个导演 剧本那个什么时候发下来 那个导演本来都要走了 说 吓了一下 颤抖了一下 那个稍等 不用剧本 你听我的就行 我说好 给我们讲一下人物关系 我说 那导演特别无奈说 人物关系就是朋友 不认识你怎么会一起吃饭 我说朋友有分很多种 我们是刚认识 还是认识很久 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 这个它是有区分的 同事 我说同事 我说好 没什么问题了吧 我说不不 还太多问题了 我拉着他这样聊了半个小时 后来打扫 开始 我们那桌 来 干杯 来来来 哇 今天这个业绩做得太好了 我们班还有个女的还说 我敬你一杯 我当时我的妈呀 我这么会抢戏 我当时想不能被你抢 别 那个人吗 挖了吗 我们就这样演的 大概可能有三秒钟吧 我能感觉到全场就像死了一样 然后那导演就这样 停 后面你们在干什么 能不能别说话了你们 然后我说 我明白了 应该是我们的公司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很沉默 就不说话 一直在河里 在设计 到大人说 再来啊 预备 开始 六个人都这样 大人说 听 后面那个桌是点穴了吗 干什么 然后那副单走过来说 你别拍了出去 我是待会要走进来 然后再点菜什么的 你出去你别演了 哇 两百多人在那相片就看着 我耳朵里听见 从四面八方有很多小的声音说 感觉他滚蛋嘛 最多事就是他 那副单说 听见了吗 滚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经过 那些灯光 化妆 服装 各种人的时候 一百米我觉得真的是 十公里 我很难堪认 从那天开始我说 我一定要把悲养研究明白 确实 社会是不想把你们当学生来叫的 社会只验收结果 所以很残酷 在你没有扎实的能力的时候 去得到的机会 我不觉得那是个好机会 他有时候会砸了你的招牌 我觉得孙文老师这个人生太精彩了吧 也有点 这太可怕了 要我早就不 吓坏了 但是孙文老师上课教的干货很多呀 都是 你能马上就可以用得到 或者马上可以吸收到 就是想到你在片场 应该怎么怎么样 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大家看到了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战壕里 我们是来感受一下战争戏 战争戏 战争戏也是电视剧电影中常见的 也是让演员感受到 其实在恶劣的环境下 怎么能够保持很好的专注力 也保持很好的信念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演员隆重出场 哎 这是谁啊 这边边啊 哎你这么厉害吗 这样你就看 他最高啊 这么高 不会是别人吧 周禄蜡 周禄蜡 哈哈哈哈 我以为 哈哈哈 张男 张男 哈哈哈哈 眼神不好 姚桐啊 哦 蒼蜢 哦 哦 周文斌 哦 这太太累了 的